冬冬餐 冬冬餐 冬冬餐餐 冬冬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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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冬餐餐 冬冬餐 愈忘家家都有福 人人身体到壮健 弟弟妹妹好快攻 哥哥姐姐都中够 愈忘家家都有福 人人身体到壮健 弟弟妹妹好快攻 哥哥姐姐都中够 历史多多福更多 做事专心不懒惰 学问天天都更高 心气共追更庆航 历史多多福更多 做事专心不懒惰 学问天天都更高 心气共追更庆航 愈忘家家都有福 人人身体到壮健 冬冬餐 冬冬餐 冬冬餐餐 冬冬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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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冬餐餐 冬冬餐 愈忘家家都有福 人人身体到壮健 弟弟妹妹好快攻 哥哥姐姐都中央 恭喜发财 吃得是福 最好就是吃也都不肥 那就好了 我由年30晚开始就坏了WiFi 很多谢电讯公司的工作人员 今天都开工 我今天就可以出片了 对农历新年重视一班 今天想介绍的汤就是羊肚菌花胶 竹身享罗汤 而羊肚菌是所有的菌类之中最名贵的 在法国欧洲是非常之出名的 买的时候就闻一下以它清香五臆味 这样长身尖形就为之漂亮了 而花胶就用来煮汤的 我就用了一些比较普通的花胶 比较小的 接着就是竹笋 竹笋也是年饭里面比较经常用的材料 而在我用了急冬的美国响鵝头 另外我也用了鸡油菌 鸡油菌最漂亮的就是法国来的 在近十年八年的菇菌店都有得卖的 而我今次是用了一只是野生的鸡油菌 另外就是姜葱 有水鸭一只金华火腿和瘦肉一件 材料就是这么多 竹笋稍微洗一洗 然后用断水浸半个小时 将两头的压边收剪 如果身有黄点的 用手指甲刮刮 滴几滴白醋在滚水中 出出水就可以用了 而花胶 我不是用来扣 或者是用来扣 我没有这么讲究 用姜葱酒出出水 已经可以备用了 因为大脆而压的花胶 就要用蒸浸焗的方法 要比较长一点时间做 顺便一只水鸭刀出水 在我用那块盐 将一些脏的刮干净 去到内藏 那块盐就有用 要放在汤里煮 那羊肚菌呢 就沖一沖水 就洗干净就可以了 不要浸太久 浸太久 浸太多的味道 好香的羊肚菌 而鸡油菌呢 我这种是干的 又比较小的 也不需要浸太久了 那有少少沙 那就洗干净 就可以了 好了,开始下锅了 在一边煮水之制 就一边就将些材料放入煲 金黄火腿 响螺 瘦肉 水鸭 又是加些滚的水 在煲里 几十年都是这样做的 接着就竹笙 羊肚菌 鸡油菌 全部逐样就放入煲里面 那我留了 加几片姜 然后呢 那些花膠呢 就放进去 那整个汤呢 总共呢 就煲一个小时左右 那就加盐 那已经煲完 好甜的汤 可行 好甜的哦 是 好甜的 要放点 合适一份 而且思维 配音off 好的 大家 用 facebook